大家好我是豆豆 一个粉丝也不是奥文又下不打不住 王者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新英雄了 搞得我现在手上都没有 啊这个 搞得我最近老英雄都玩腻了 还好天赋欣赏了云莹 不过大家关心的不是新英雄 什么技能什么定位 而是新英雄他到底刮不刮啥 看到云莹的伤害打就放心了 看来没记错游戏 确实是王者荣耀 还是比较温柔的 他俩没有发声 要再发声的话 我就想起一个小组演员叫文通 瞧豆妈的 话是怎么说啊 那想当初金融家洛特蓝新出的时候 哪个不被玩家批成刮沙大师 现在看看呢 蓝还在半位上买着黑警别墅呢 所以说啊 虽然前期伤害不足 但我对云莹也是很看好的 啥刮啥 大家都是刮骨大师好吧 当然 两位李师傅出位 你在吧 在设定上 云莹是一位手持长枪的女英雄 自古啊 我们中国人对长枪的喜爱之情 那必须是没得出 毕竟尚有长山赵子龙单起闯关七进七出 下有抗日神军 大枪一回单杀鬼子军官 云莹的技能可以说是变化莫测了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七个技能 B站上介绍技能的视频比较多 我也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云莹现在在体验服务 还是没有云莹的 不过咱们可以给他配一个 只见云莹手握长枪 身法如虹 强人一送杀入敌阵 然后大喊了一句 相间在燃烧 不过不管怎么讲 云莹还是要建议大家玩一下的 况且云莹还是个 潇洒腹败腿长的大美女 作为新老婆不玩 简直不能让人接受 你们说对吧 刚刚三连关之完的姐夫们 颜值出众加上 花里胡哨的技能操作 所以云莹这英雄果断要安排到对抗路啊 好 好 好 花乐水凉 年轻的梦 如下偏离海 这就舒服多了 有一说一啊 这把其实真很有意思 玩个云莹还真叫我玩明白了 作为一个下饭主播 一次都没死就胜利了 那云莹的强度我就不多说了 双眼野后四级 这个时候不要着急 看一下自己家的蓝buff去啊 虽然被对面反野了 但我们不能丧失斗志啊 这边中路高尖离残雪 被对面追击 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 我来啦 莉莉 好家伙 我但凡中了一个控制技能 高尖离也不能惨死街头 没关系 莉莉 虽然你走了 但我会为你报仇的 翻手直接脚大 转出三道技能的被动普攻 一招从天而降的跳皮打残 外加一技能击飞直接带走对面 喽 这个新英雄嘛 你总是要给我点适应的时间 况且云莹这玩意儿 技能也确实是不好中 不过云莹反杀的能力确实是很强 凯克诸葛在追我 大招控制打出两段 外加一技能挑飞 然后跳屁打残 二技能普攻花强带走 诸葛梁在追没关系啊 先拉扯一下 等下自己的技能cd 在雪还算可观的情况下 笑诸葛梁的打 这个时候我们就残血了 高尖离开大战了救了我们 我们就要去逃命了 必须狗命要 不用谢我高尖离 小小助攻赠送予你不想建议 与此同时啊 云莹还有很强的收割能力 二技能入场一技能挑飞 只要把伤害怼满 直接轻手 好家伙 强人偷着周爱强 可能这样看起来 云莹的伤害和机动性 还是不太直观 所以要不然 咱来波然的 我是豆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还想不要忘记三连关注豆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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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